谈点漫威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在电影《奇异博士1》的结尾 奇异博士为了对抗黑暗领主多玛姆 必用时间保释让多玛姆陷入无限循环之中 让多玛姆反复地击杀他 最后多玛姆无法接触这个循环 只能向奇异博士妥协 才停止了对地球的入侵 但是在电影里 虽然这个奇异博士被杀死的镜头 只是循环了几个画面而已 而在设定里 奇异博士却是被多玛姆击杀了一千多次 知识二 洛姬在漫威电影里一共死过三次 可得到过三次宇宙魔方 在电影《雷神1》里 洛姬假装掉下彩虹桥假死 第二次是在电影《雷神2》里 被反派抓起同归于尽 但他这次仍然是假死 而第三次是在电影《复联3》里 想偷袭灭霸 但却没能成功被灭霸掐死 这次洛姬则是真的死了 而他得到的三次宇宙魔方分别是 在电影《复联1》里 被宇宙魔方传送到神盾局的基地里 第一次得到了宇宙魔方 第二次是在电影《雷神3》里 听从索尔的安排 去奥丁的保护里复活火焰巨人时 再次得到宇宙魔方 第三次是在《复联4》里 中英雄穿越回到过去寻找无限宝石 钢铁侠在得到宇宙魔方之后 被绿巨人撞倒 而钢铁侠手上的宇宙魔方也掉到了洛姬脚下 洛姬则是拿着宇宙魔方逃走 也因此开启了聚集洛姬的故事 后来在第二季大结局 洛姬还成为了最强的故事之神 知识3 在电影《雷神4》里 图神这格尔手里的长剑被称为黑死剑 这把剑也被称为弑神之剑 任何一个人只要得到这把剑 都能拥有图神的力量 而在原著漫画中 这把剑就是共生体之神纳尔打造出来的 在远古时期纳尔还曾用这把剑斩杀了一名天神主 知识4 在电影《复联3》里 当奇异博士找到钢铁侠之后 王给钢铁侠等人讲解着无限宝石的知识 之所以是由王来给大家讲解 主要是因为他是卡马太基的图书馆管理员 对无限宝石有一定的了解 而且在漫画的设定里 王在成为图书馆管理员之前 就已经对无限宝石进行了研究 他研究无限宝石的时间 甚至比神盾局还要早